小时候在乌鲁木齐 每次我们都能感觉到原子弹爆炸 因为它只要一有原子弹爆炸 乌鲁木齐就会发生两到三级 或者三到四级的那种 最轻微的那种有感地震 而报纸上它从来不报说这是地震 如果真的是地震 它一定会说发生了地震 而不是地震 但是有感觉的这种震动的时候 过两天它会说 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或者晴弹 我还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那是个夏天 有一天早晨我们起来去上学 那天是天空灰蒙蒙的 四处一片那种寂静 非常寂静的那种 因为当你看到天空灰蒙蒙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到有风 但是没有 非常安静 天空在下一种非常细的那种土 等我们走到学校的时候呢 这个土呢 我们全身都已经盖完了白白的那种土 所有的人都是白的 然后我们问老师说 问就说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说土星刮大风了 没错 因为土星很大 土星刮大风了 那么那个土都刮到地球上来了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对这个的那个认识 中共在1964年7月 1964年10月16号 下午3点15分 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到1996年7月23号好像 爆炸最后一颗 然后宣布停止核实验 在这其中呢 他们一共爆炸了 试验了48次 有两次没有成功 因为一次是那个空头 降落伞没有打开 摔到地下发生爆炸 但没有发生核爆炸 还有一次呢 是装在火箭那个头上 但是火箭没有升空 也没有引起核爆炸 成功的核爆炸呢 有46次 26次呢 是在地下 26次呢 是在空中 它的那个核实验基地呢 基地中心 离乌鲁木齐呢 只有230公里 离最近的地方 离吐鲁方呢 只有120公里路 而这个核爆炸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你在这块地方 实验了一次 以后呢 下一个呢 你是绝对不会再 再回到这来的 你会在 50公里以外 或者100公里以外 去实验 这就是说核实验 它不是在一个地方 它是在一片地方 而在萝卜泡的这一片呢 地方呢 面积呢 大概有十多万平方公里 这个呢 这些具体的数字呢 你可以到我网上去查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什么呢 就是 在1996年的时候 我当时是肿瘤外科医生 因为我是我们医院 少有的几个少数民族 所以 当地的那些患肿瘤的病人呢 他们都会安排到我们的床上 当时我的床上呢 我负责20张病床 其中10张呢 就是当地人 维族人 哈族人 文国人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就非常奇怪 因为我们铁路中心院呢 它只接受这个铁路职工家属 而铁路局呢 它16万职工里面呢 它只有5000多少数民族职工家属 那么5000多人就占了10张床 那么15万5000多人才占了其他剩下的那个40张床 这怎么可能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调查 后来我们主任说 这个东西不是你要干的东西 我明白他说的意思 所以我的调查呢 就转入地下 我用了两年时间 就说我最后发现呢 发病数量最多的四种癌症 第一个是血癌 第二个呢 是 零八癌 第三个呢 是肺癌 第四个呢 是脚章腺癌 而这四种癌症呢 它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与这个核辐射有关 那么核辐射是哪来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在那个 在罗伯普实验的原子弹 我呢 举一个例子 在中国大陆呢 每一个省市自治区呢 它都有一个肿瘤医院 新疆肿瘤医院是1994年 以500张床开院 而河南省肿瘤医院呢 也是于1994年 以500张床开院的 但是到了2007年的时候呢 新疆肿瘤医院呢 已经夸大到了 2000张床的一个 大型的一个肿瘤医院 而2007年 河南省肿瘤医院 只夸展到850张床 大家想一想 河南的人口是一个亿 而新疆人口是2000万 那么这个比例 那是因为 新疆的那个肿瘤医院 抗病比较强吗 全国的那些肿瘤病人 都跑那去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因为新疆肿瘤医院的 他们的技术高吗 那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 癌症病人数量太多 失去控制 中共在新疆 它不止实验这个 它于1980年呢 它还实验这个生化武器 因为呢 这个 在当时当年苏联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苏联红军的 在阿拉姆图呢 它有一个实验室 而这个实验室呢 它也每次都在观察这个中共核实验的数据 它这个实验室的那个头呢 是叫 Ken Alibeck 是个上校 它于1992年访问 美国的时候呢 叛逃 然后呢 于1996年呢 写了一本书 叫做 Biohazard 就是生物 生化危机 或危险 他在这本书中呢 他说 在1980年呢 在新疆的这个生化武器实验室呢 发生事故 引起流行病 传染病流行 这个呢 当然 这是他说的 但是我认为呢 中共的所有的高尖端武器的实验 设计 生产 他都不在新疆 他都在这个最 离边界最远的 三线 就是在最内陆的那个地方 像这个四川的那个绵阳那一带 所以呢 如果新疆没有他的这个实验室呢 那么 就不可能出现实验室故障 那么 这个传染病流行 它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当年是两种病同时流行 当时呢 他们叫做呢 是一号病和二号病 等很多年以后 我们才知道 一号病就是伤痕 二号病就是属于 那么这两种病 那么这两种病怎么可能同时流行呢 唯一的符合逻辑的解释方法就是他们实验了一颗生化武器 是一号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